《经济日报》社评 本港失收的旧楼与日俱增 重建也能较快地交付新楼 特首林郑月娥透露 港府将担任促进者角色 增加住宅供应 政府今后在放宽旧楼强制拍卖 转移地职比两方面配合 大方向正确 也有利促成它后终 官商合作建设的新时代 明报社评 今个月一号商务部发出通知 鼓励家庭根据需要 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 部分百姓因而去到超市抢救粮食 之后商务部官员解释 这个只是例行通知 百姓无需过分解读 一个权威政府部门犯了错误 可以当无法生过 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谴责 实际上伤害了政府的权威 信报社评 上个星期二 福根尼亚州州长选举备受触目 因为不少人将这场地方选举 视作下年11月 国会中期选举的前授线 也是选民对拜登政绩的公投 结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杨金 令民主党候选人 潜伏州州长麦考利夫 民主党今次州长选战之败 无疑拉向警钟 同时预示该党在中期选举 有机会保不住参众两院的赏美优势 拜登恐怕提早凌围挥脚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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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